電影狂熱 主持 陳子芬 又到電影狂熱了 今集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今天 在香港上演的這部叫做 A Dangerous Method 危險療程 主演有魔界的Vico Mortensen 魔導王的Karen Knightley 以及上星期上映的 蜥肉的男主角Michael Fassbender 而蜥肉和危險療程都是由Golden Scene發行的 導演就是大衛高聯寶 David Connenberg 大衛高聯寶以前也執取過很著名的作品 包括變形人魔、欲望號快車 近期有黑木迷情和History of Violence 狀態算是挺不錯的一位加拿大的導演 講回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其實是講精神病醫生的榮革 以及他對佛樂醫德很崇拜 榮家也提出精神分析學 也就是講談療法 去醫治Karen Knightley飾演的精神病人Sabrina 這部電影和上星期推出的蜥肉 有一點點的共通點 就是Michael Fassbender在蜥肉裡面 對這個性慾有很主動的渴求 這次Michael Fassbender就相反了 因為Sabrina過往被她的父親虐打 而喜歡被人SM 加上用了這個講談療法 令到對Karen Knightley衍生了一種對性的強烈渴求 從而令到榮家和Sabrina發生了情慾的關係 其實你看過往David Colombo 的作品 都是以影像行先的 但是今集的對白是非常之多的 多到好像是一些舞台劇本 情況就有點像高丁仙上個月發行的另一部 由波人斯基 一個曹巴巴 狂媽媽 一樣也是很多對白 好像舞台劇本一樣 在看這部電影之前 可以說除非如果你對精神分析學 Psycho Analysis 有一些認識的話 否則你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是會有點吃力的 加上Karen Knightley的傑斯底里式的演繹 這個精神病人 我只能夠覺得他有點吃力不到好 說到尾這部電影 如果你問我 我就不太贊成你的戲院看 要是等待DVD 甚至明天明珠台也好 哪裏電視播 你看就差不多了 好了 Anyway 今天電影狂野也說到此為止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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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